兄弟们最近掉价了 过个国庆节后来发现天都塌了 一个机器跌了好几百块 以14ProMars每版补锁256G为例 现在大概是5000出头就可以买得到了 对比89月份价格大概是跌了500左右 之前我们都是卖589的 现在是523就可以了 其他机型也在跌 跌幅大概是300到500 跌幅最大的就是14ProMars 15系列到没有多大变动 然后呢我想说的是啊 即便跌完价之后呢 这个价格还是偏贵的 我们还是以14ProMars256G为例 其实你买一个国行的 这个8000二手的也就5000来块钱 但是呢在华翔北 每版无所改卡的也要5000来块钱 这个说实话性价比是不怎么高的 这两年大家应该也都发现了 华翔北的价格并没有什么优势 哪怕我在这边做的生意 我都这么说真的没啥优势 有可能华翔北的价格比你们本地的价格还贵 大家应该都发现了 最近有很多大佬在抖音上收集嘛 就是他们在本地收了一些机器 发到华翔北这些回收商这里来 回收商说来干嘛 说来弹口卖呀 我假设一个机器 在当地当你们本地手机店 它是4800收的 它卖给这些大的回收商 赚给200 那么它就华翔北的回收商5000收 5000收放这柜台卖 它不得赚100吗 5100 那背包客去拿5100 背包客叫不要赚200 那就5300了 本来4800的东西 你如果找背包客拿的话 这中途就增加了几百块钱了 所以为什么华翔北的价格高 就卡在这里 我们也在大力发展回收自换的业务 如果是我自己回收回来的 那么会比市场价最少便宜一个200到300块 大家应该有的看到 类似我这种主播 大家都在回收机器 因为市场的货其实太贵了 还有很多主播都离开华翔北了 因为华翔北确实没有什么好货 然后呢价格又贵 还不如到本地去做 那估计有很多老铁就好奇了 为什么华翔北这边首先价格不见优势了 而且华翔北的名声又不好 再加上这两年电商又那么卷 但华翔北依然能正常运作 你看那些大的回收商 他们多高的价格都能结 多高的价格都能要 说回来他们都能卖得掉 为什么呢 首先第一个有足够多的酒债 不能说酒债 说家人吧 有足够多的家人 他们也不懂行情 也不知道什么价格 反正就相信这个主播相信这个黑师 他卖多少钱 他就多少钱买 完全不看价格 其实你稍微去对比一下 华翔北的价格是真太良的贵 但是他们不看 他们无条件相信 这就是所谓的家人 第二个呢 就是华翔北这边是一个全 可以说是全亚洲最大的那个电子产品 集散中心嘛 有很多海外的客户过来这里采购 海外现在价格倒挂了 人家海外的客户出的价格更高 所以那些很稀烂的机器 像华翔北有一种叫什么外单标准 很稀烂的收回来 翻新一下 直接卖到国外去 人家能出得起高价格 所以有人能接盘 有家人接盘 有外单客户接盘 这个价格是很难跌下来的 所以华翔北一直 这个价格都是高高挂在这里的 即便这一次跌掉了 跌完之后呢 它的价格也是高于正常的价格 华翔北有现在唯一一个 好的地方就是 它有足够多的货 供我们挑选 比如说你要找个电子100的 找个重点几次的 那么只能在华翔北有 只能外版的机器有 你买国行那些 虽然说是正好把景色亮起了 但是呢 销利一般都是80多90左右 这是它唯一好的地方 如果说这种货源都没有的话 我想我差不多也该离开华翔北了 记得点赞关注哦